加拿大对新杂货店的推动 增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近年来 加拿大一直在积极寻求食品杂货零售业的多元化 邀请外国食品杂货连锁店在该国建立业务 目标是增加竞争 为居民提供更多选择 并解决与食品通胀有关的问题 加拿大的食品杂货市场长期以来一直由三大巨头主导 Loblo Companies Limited Metro股份有限公司和Sobis股份有限公司 虽然这些老牌零售商为加拿大人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但人们对透明度、定价和有限选择的批评越来越多 消费者已经感受到了食品成本上涨的影响 而缺乏对食品通胀原因的披露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为了回应这些担忧 加拿大工业部长Franwar Felipe Champagne开始寻找 愿意在加拿大开店的外国杂货店经营者 其目的是引入市场颠覆者 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环境 联邦政府一直在积极审查前在候选人名单 主要来自欧洲 但美国除外 目前正在考虑在加拿大扩张的外国杂货连锁店名单包括 Les Moskutels法国 Audi Lidl Ibiqa集团和Ru集团 德国 X50售集团 荷兰 Rietangrippen 挪威 Martins 葡萄牙 国际销售和商品销售区 西班牙 Beam Berlesic Magasaler 土耳其 控股美国 这些公司以其创新的方法 激进的定价策略和颠覆传统市场的能力而闻名 如果成功 他们进入加拿大可能会给现有超市带来压力 要求他们提供更好的价格和更广泛的产品 尽管这一举措充满希望 但仍存在一些挑战 必须认真考虑对外国参与者的财政激励 监管调整和后勤考虑 然而 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 加拿大人可以从更高的可负担性 更大的产品多样性和改善的整体购物体验中受益 加拿大寻求进口新的杂货店 反映了对消费者福利和市场活力的承诺 通过接纳国际参与者 该国旨在创建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响应能力的零售业 随着谈判的继续 加拿大人急切地等待着当地杂货店货架上新面孔的到来 希望能有更好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